你不得了 我还相信他 虽然他是个日本人 他有他的立场 但是 我能感受到 他心里的痛苦和挣扎 而且 我相信我们都是 爱乡之人 我们的心 一定不会是黑暗 和肮脏的 我们来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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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走 走 追 快点 快点 快 追 追 追 李晨 穷寇莫追 追吧 师父 大哥 谢谢你们 要不然的话 我跟志远 按师叔 谢谢你们 你不用谢我 你记住了 你和你爹宁浩天 依然是我的仇人 我只不过今天 不想看到你们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师父 您还要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吗 阴影 你知道 那是怎样的一道阴影吗 如果今天 义尘在你面前杀死了宁志远 甚至杀死了你们俩生的孩子 你能叫他阴影吗 你能原谅他吗 您的意思是 您的意思是 是宁老爷 杀害了您的妻子 和您的女儿吗 不错 宁浩天 当时杀死我女儿的时候 他才年仅六岁 不可能的 你别相信他 我爹不可能这么狠毒 乐爷 你看看 看看师父脸上的伤疤 这就是宁浩天 当年留给我的惨痛记忆 你知道当时 什么样的惨痛情景吗 你胡说 我爹已经告诉我了 他没有对不起你 当年是你横刀夺爱 你 志远 你爹真的杀了我娘 和我妹妹 此仇不共戴天 不可能 不可能 老实跟你说 那天你被催眠的时候 想起的若欢妹妹 就是我的妹妹 你没想到吧 你爹居然连一个六岁的女孩 都要杀 不过师父 眼下 日本相会 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肯请您 放下私人的恩怨 不要让日本人 有机可乘 洛言 师父知道 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可是我要告诉你 无论日本相会的目的是什么 都不能阻止我去复仇 义辰 咱们走 师父 安大哥 怎么样了 闻二少爷 在等宁志远的消息 怎么是你 非常抱歉 让你失望了 我跟我爹及时赶到 宁志远 安然无忧 你说什么 我好像听不懂 你不要再装了 我知道你是 除了宁浩天之外的 另一个魔王 还有 你不要再装了 你勾结日本相会 那些小厢房 是你帮日本人兼并的 是小暗徽子告诉你的 想不到你还不如一个日本女子有天良 你对待自己的同胞 比日本人更狠狠 你有什么资格交去 你为了报仇 不也用了许多见不得人的手段吗 我用手段 是为了对付我的杀母仇人 你勾结日本人 伤害我们的同胞 是为了你自己的贪婪 你说我是另外一个魔王 你有证据吗 我知道你真实的身份 是警察局探长 可你敢抓我吗 我告诉你个事情 你绑架少女已经是违法 你还勾结日本人 伤害自己的同胞 这些都是伤天害理的事 我现在没有证据不能抓你 但我要告诉你 你做的所有事情 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不然就会像你父母一样 恩将仇报 令你亲哥哥失踪 这个世界是有报应的 我大哥 我大哥失踪这么多年了 谁知道他现在什么样了 如果我有什么报应的话 我大哥的下场 只会比我更惨 想不到你对宁志远这么无疑 对你亲大哥也这么绝情 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让我抓到你的把柄 否则 我定会让你身败名裂 放开我 放开我 蜡丫头 我真的不敢相信 难得我爹真是那种 很冷酷 很毒的人吗 现在要想知道 你爹是否真的在骗你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再找一次机会 进入密室 去吧 轩哥哥 你看你 一定压力很大 睡觉的时候 还皱着眉头 我今天点了 安大夫送的安神香 就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地睡一觉 放我们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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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别过来 轩哥哥 你怎么了 我不想害你们 我只是在你们身上 提取一些提香 然后就放你们回去 别过来 别过来 淑苗 你别过来 小川 你走开 走开 你走开 别过来 轩哥哥 别过来 轩哥哥 别过来 轩哥哥 你醒一醒 轩哥哥 你刚才 说的什么梦话 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我可能是白天太劳赖了 所以晚上才会做噩梦吧 山妹 我说梦话吵到你了吗 对不起 山妹 我只是做了一个噩梦而已 别怕 来 睡觉 来 快睡吧 出发了一个状态 对不起 作词 火灯 这是阅飞 世界中的惊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怎么可能是魔王啊 我是你轩哥哥呀 你别过来 你不要过来 你听我解释啊 不要听 我不要听 春苗是你绑架的 夏珊也是你绑架的 冬少女的身体炼香 你好可怕 山妹 山妹 你冷静 我不过来 你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有没有伤害 春苗和夏珊她们 你要不信 我带你去看她们 夏珊是因为 胆子太小了 下疯了 其他的少女都好好的 我没有伤害她们 我 还找专人照顾她们 我没有伤害她们 我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山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是不是从我给你的箱谱里 发现了立文少女练香的灵感 你故意接近我 假装爱我 娶我 就是为了得到那本箱谱 是不是 不是的 我知道那本箱谱的时候 我们两个已经相爱了 山妹 我们是怎么邂逅的 怎么相爱的这些 你都忘了吗 我对你是不是真心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也知道 我有体操的怪病 我不敢跟任何女孩接近 我只有在你面前 才是放松的 才是快乐的 山妹 不好 你不要过来 好 我还是没有办法了 这么多年来 我们文家一直被你们宁家打压着 本来我爹还想争夺万国相会的承办权 也输了 你爹还把我爹 两阵相会会长的职务给吞并啊 我爹把这些事情都快在在你头上 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 我只要练出最好的相 我才能振兴我们文家的产业 我才能让文家抬得起头 也能治好我的病啊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绑架那些少女啊 你以为我愿意啊 三护魔王岭的民风有多么的传统 难道你不知道吧 我怎么可能从那些少女身上提取到体香呢 我还是被逼无奈 所以我才跟你爹一样 嫁进魔王娶亲 去绑架那些少女 你说什么啊 你是说 你说我爹也是 对 你爹也是魔王 而且你爹 才是最新想到 利用魔王娶亲 去绑架少女的那个人 绑架的十八个少女中 那十二个都是你爹绑架的 我只绑架了后面六个 怪不得外面 外面一直谣言说 说我爹是魔王 那些谣言都是真的 你仔细回想一下 这一年来 你爹的行踪 有多么的神秘可依 你也就知道我没有骗你 山妹 山妹 我知道这一切 你一下子很难接受 但是无论如何 我希望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你要跟别人说 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山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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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在我们夫妻的情分上 你就看在孩子的分上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否则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山妹 我跟你磕头 我给你磕头 山妹 山妹 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否则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山妹 山妹 你要跟我说出去 我只有死给你看了 山妹 山妹 山哥哥 山妹 山哥哥 你起来 你先起来 不 不 你不打算我不会起来的 我答应你 我不说 不 山妹 你答应 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了是吗 你醒醒 山妹 醒醒 你醒醒 你醒醒醒 闻二少爷 你做事情一向很谨慎 怎么会在睡梦中失控 说出了机密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最近 总是睡不好 每天睡觉半梦半醒 噩梦不断 我看你是压力太大 心事太重了 这人的神经就像琴弦一样 崩得太紧就会断 闻二少爷该好好放松一下 最近形势如此复杂 我每天都忧心忡忡 我要如何放松 惠子小姐 我知道你跟你父亲不一样 有一件事 我想请求你帮忙 怎么帮你 放了夏禅 还是帮你杀了他灭口 惠子小姐 就不要再拿我开玩笑了 我想请惠子小姐 帮我催眠佩山 催眠佩山 你是想让我抹去佩山 关于你是魔王的记忆 不错 我试过网游香 可是佩山根本就没有嗅觉 网游香对它起不了作用 我知道惠子小姐 在研究一种强小的催眠香 可以通过呼吸 直接控制人的心神 再加上惠子小姐的催眠术 也许能让佩山 把这段不愉快的记忆 给封存起来 其实文二少爷不必求我 对于佩山来说 你对她的爱 就是最好的催眠香 只要你稍加手段 她就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我自然有办法 让她替我保守秘密 可是我没有办法 消除这件事 在她心里所造成的阴影 我不想看她难过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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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眠它的效果如何 我这款强效催眠香 没有完全练成 还有些许瑕疵 再加上佩衫没有嗅觉 所以催眠效果 大打折扣 也就是说 没有办法封损她那段记忆啊 每个人对催眠的敏感程度 都不一样 佩衫虽然没有嗅觉 但她是一个心思 非常敏感的女孩子 如果她抗拒我对她的催眠 我也毫无办法 但是 在我对她的催眠过程当中 我发现 她在不由自主地配合我 尽量接受我的心理暗示 什么意思 她应该已经把那段可怕的记忆 暂时封存起来了 这一半是因为我对她的催眠 而另一半 却是因为她爱你 所以她潜意识里 在主动逃避那段记忆 温世轩 虽然你我只是利益之教 但我还是想跟你说 佩衫是个好姑娘 她真的很爱你 你要好好地对她 不能让她伤心 更不能让她流泪 我明白了 我会尽量多抽时间陪着她的 卫衫小姐 怎么了 怎么啦 没什么 这瓶香味道不错 送我如何 那就是一瓶普通的安神香 你要是喜欢的话 就拿走吧 多谢 你 告辞 不送 惠子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义辰君 这瓶香 是令尊调的吧 这瓶香 为什么会在你手中 看来你已经猜出文世轩 就是另一个魔王了 想用这瓶香 扰乱他的心智 让他露出破绽吧 看来我又失败了 你放心 我没有在文世轩面前揭穿你 也不会去告诉我的父亲 不过这瓶香 你还是收好吧 文世轩要杀你 我不会袖手旁观 但如果你对付文世轩 会有损我们日本香会的利益 我也不会听之认之的 你若是几瓶的 就've v 几瓶吧 你是几瓶的 怎么样 我 怎么了 我好饿 想吃东西 你想吃东西啊 那你想吃什么 我亲自给你做 我想吃 桂花糕 马蹄糕 汤圆 还想吃 凤梨酥 行行行 你慢慢想 想吃什么 我都做给你 你要想吃天上的星星 我都摘给你 去吧 桂花糕 那是怎么有鬼陈啊 水 哎 喂 喂 醒醒 喂 她好像睡着了 感觉 她后面说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啊 快去 你们在干吗 爹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爹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魔王 胡说什么呢 爹怎么可能是魔王呢 那你实话告诉我 这个女人是谁 你为什么把她藏在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她是你娘 我娘 这张白玉床 和我种植的这些香花 有防腐的功效 我不忍心看你娘一个人 在那黑漆漆的地下 所以就把她安置在佛堂这里 这样子 爹就可以日日夜夜 陪着你娘了 你胡说 如果她是我娘的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和佩山 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带我和佩山 来祭拜过她 这还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们年纪太小 爹怕你们不理解 现在既然你知道了 爹就放心了 以后爹的身后事就交给你了 爹死了以后 记得把爹和你娘 都和我娘 葬在一起 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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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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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志远 引到这个佛堂 是你在一直挑拨 我们父子俩 大曹你进了宁家 就居心叵测 一定是受了 安秋生的指示 是不是 你 志远 娘 安秋生的确是我师父 但是 他并没有指示我做任何事情 而且 宁老爷竟然您问心无愧 您跟志远之间 没有任何隐瞒的话 你们父子二人又怎么会受到 我这个外人的挑拨呢 要是再让你在我宁家兴风坐浪 迷惑我的儿子 那么志远 总有一天就不会再是我的儿子了 我现在就要杀了你 不要乱来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好香 这香味 雪衣 你回来了 你真的回来了 我又再次闻到你的香味了 我可以再次闻到你的香味 就证明 你没有死 你的香味又回来了 雪衣 雪衣 我是浩天哪 你跟我说说话 你真可以看看我呀 雪衣 小味呢 小味怎么没有了 我 志远 她根本不是我娘 她到底是谁 是谁 是 这个女人 是你爹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是 她叫香雪衣 是香家的大小姐 是我师父相识齐的独生女儿 媒妇之言父母之命 本应当嫁给我才是 我们应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是没想到你的师叔 安秋生 竟然巧言令色地拐走了雪衣 就在我们醒婚那天 就在我们醒婚那天 她居然带着雪衣私奔了 然后 让雪衣的贴身丫鬟素云 来代替她跟我成亲 和佩山 之后 就生下了你 和佩山 你是说我娘 就是香雪衣的丫鬟素云 然后呢 香雪衣是怎么死的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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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小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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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声音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 安逸臣说得没错 是你亲手杀死了 你最爱的女人 不是那个样子的 血淫不是我杀的 是安求生害死她的 如果没有安求生 血淫她不会死的 好 那我娘呢 我娘是怎么死的 你娘 她是因为疾病而死的 你胡说 我娘身体好好的 她怎么可能轻易 就病死了呢 至远 那些事情都已经 过去那么多年了 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至远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是你 是你杀了我娘 娘 芬花妹妹去哪儿 娘 娘 你怎么了娘 你快醒醒啊 爹 爹 是你杀死了娘 爹 你为什么要杀死娘 爹 你为什么要杀死娘 爹 我恨你 我恨你 我恨死你 你快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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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坏蛋 你干嘛杀死我娘 你放开我 你快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快放开我 我恨你 我恨你 志远 志远 快醒 快 快 志远 爹没有杀的娘 你只是做了一场梦 你记住了 睡醒了之后 你就不会再做噩梦了 快睡 志远 我真的没有杀你娘 那只是一个警官 你闭嘴 乡家大小姐背弃了你 所以你就杀了她 你怕事情败露 结直杀了我娘 你想让我忘掉 所有的一切吗 所以对我用了忘忧香 念浩天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狠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之缘 不是我害死血淫的 我也没有杀死你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 念浩天 我恨你 我恨你一辈子 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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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去哪儿 wollt,你转到你了 来吧 快走 雪银 走 出发了你 对吧 因为我来走 你走 对吧 是世上独一无二的香味 为什么你的香味都回来了 而你却不能活过来呢